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分享的时候他们就带着这样的热情 我们就预备我们自己要来遇见神 预备我们自己 我们要穿上编织我们的细麻衣 预备我们有一天我们到神面前的时候 我们是说我们是ready的 我不是什么都没有的 上周也讲到这个萨迪教会 看起来好像是活的 但其实是死的 还有老底家教会 看起来是很富足的 但是其实是贫穷的 所以我们就知道 我们真的是需要成神实实的来到神面前 每天要活在神面前 生命才有可能改变 就像Alvin弟兄讲的 我们要预备我们自己做一个先锋 先锋是怎么样 我们不只是自己ready 自己准备好了 我们还可以带人一起来 来遇见神 来到神面前 预备他们自己的心 这就是先锋 所以今天我有负担 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 就是说 怎么样可以来遇见神 因为我知道成为一个先锋 成为一个哀慕神的人 或是说像我们这边写的 耶稣我唯一的热情 你渴望神成为你的热情 就从每一天开始 从你渴望靠近祂开始 从你每一天真实的选择 在每个地方说 主我要来遇见你 主让我能遇见你 在那个地方我要来敬拜你 在那个地方我要来爱你 这样持续的这样关系 每天的这样子奔跑 我们才可能这样来到神面前 我们才可能说 我们是预备好的 我们才可能说 主啊 我真的是 当我见你一面的时候 我不是羞羞羞羞的 当我见你一面的时候 我知道 主 我是ready的 我每一天都是预备好 来遇见你的 我们当中有一位石妈妈 就是这个 Alice师母的妈妈 她已经八十多岁 她每一天她是预备好的心 来遇见神 她每一天 当她发现 跟人有误会了 有冲突的时候 她都很高兴 她觉得神又光照她 神又让她有机会 在生命中有被突破 有被翻转 能被改变的机会 这是她的喜乐 因为她每一天都 她说预备好 要来见神 我希望我们也都是这样子 每一天我们就说 主我要预备好 我们知道现在环境不容易 但是主我们预备好 每一天我都是预备好 每一天我渴望 我是预备好 要来见你的 因为我们实在是 渴望来遇见你 今天我会借着 诗篇八十四篇 这里面这个诗人 他怎么样来遇见神 我们来做我们今天的分享 所以我们今天一开始 我们会一起来读一次 诗篇八十四篇 我读的是和和本的 和修版 所以我们一起来读 万君之耶尔华 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我可慕 我羡慕可想耶尔华的愿语 我的内心 我的肉体 像永生神欢呼 万君之耶尔华 我的王 我的神啊 在你祭坛那里 麻雀为自己找到了家 燕子 为自己找到爆竹之窝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有福乐 他们不断地赞美你 靠你有力量 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 这人有福乐 他们经过流泪谷 叫这谷变为全员之地 且有秋雨之福 盖满了全谷 他们行走立上加利 个人到西安朝见神 万君之耶尔华 神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雅各的神啊 求你侧耳而听 神啊 我们的盾牌 求你观看 求你垂顾 你受高者的面 在你的愿雨一日 甚至千日 宁可在我神的殿中 看门 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 因为耶尔华 神是太阳 是盾牌 耶尔华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他未尝留下福气不给 那行动正直的人 万君之耶尔华 倚靠你的人有福了 好 那我们今天会先 把这个会分成三段来看 三段 因为他都讲到 有三种福气 我们一起来看 这个诗人怎么样 借着这篇诗篇表达这个 怎么样的人是有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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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一起来学习 所以我们先 从一到四节 我们会先再一起来读一遍 万君之耶尔华 你的居所何等可爱 我羡慕可想耶尔华的愿语 我的内心 我的肉体 向有生神呼吁 向永生神欢呼 万君之耶尔华 我的王 我的神啊 在你祭坛那里 麻雀为自己找到了家 燕子为自己早早报处之窝 如此住在你殿中的有福了 他们不断地赞美你 这个诗人他有一个可想 他可想也有话的愿语 他说这样的人是有福的 愿意 他的可想 为什么他可想 因为他没有在其中 他曾经经历过 住在神殿中 现在神在殿中这样的美好 这样子可以来亲近神 来靠近神 曾经有有 现在没有 他很可想有 而且他看到 燕子可以在神的家中 麻雀 燕子都可以在神家中 找到一个家 可以来 这样子来靠近神 可以有一个安居之处 他也很渴望有这样子 这个诗人 为什么会这样子来 可想神 因为他认识神 他知道这个是万君之耶和华 他认识神的名字 他这个人真的是认识神 他知道这个神 是有大能者的 这个神是有能力的 这个讲到耶和华的时候 他们都翻成Lord 我的主 他在他生命中 是渴望这位王 这位神 你是我的王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主 他希望他在生命中 来带领他 他渴望有一个 跟随他的心 他这是他可想 他想要这位王 他知道这位王 他认识这位王 他知道这位王 是永生的神 永生是讲的Living God 是一个活着的神 神对他来讲 不是一个死掉的 不是过去的神 不是在那边 像一个供奉在那边 但是不会动的 没有生命气息的 不是 神对他来讲 是一个活着的神 今天我们 弟兄姐妹们 我们在神面前 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可想 可想来到神的家中 可想他的愿意 可想在他愿里面 来欢呼敬拜 这个不住 不断地赞美他 不断地赞美他 持续地赞美他 我们有没有 这个可想在我们里面 这个诗人 他认识神 他渴望 我们是不是很像 我们现在的情况 我们现在已经 没办法实体聚会了 我们真的也很可想 渴望 以前这样子可以来 自由地来到神的殿中 来敬拜他 来赞美他 但是我们现在 没有这个机会 我们现在只能在电视机 或是在我们的电脑面前 看着这个视讯 这样子来敬拜他 来赞美他 但我们有没有想到说 主我可想 有没有可想在我们里面 当我们在看 或是在聆听 刚刚的敬拜 你有没有说 主我可想遇见你 我想要大大的来遇见你 我在那个敬拜中 主我就是想要来亲近你 我真是想要靠近你 我知道你就在那里 你是永活的神 你是又真又活的神 你是大能者 你是我的主 我的王 你在我生命中 可以来掌管我 这个是我们渴望 你有没有这个渴望 在神的家中来遇见神 你有没有一个渴望 每次你在聚集的时候 跟家人聚集的时候 那个地方 神说两三个聚集 就有神的同在 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里 我们说 主我可想遇见你 主我可想遇见你 我相信我们的聚集 都不是例行公式 不是因为必须要来参加 我们来都是说 主我可想遇见你 当我们有一个 愿意的信的时候 神就可以改变我们 我们在那边遇见神 我真是相信 神会带下转换的生命 会把这个可目赐给我们 会把这个转换大能 在我们生命来运作 来运行 你知道一个认识神的人 最重要是他有过一个 重生得救的生活 这个是最重要的 我们今天连于神 神可以来改变我们 我们不是一群 紧紧得救的基督徒 你说我们编织戏玛依 我们预备戏玛依 但是我们就是要 就是圣徒所行的义 就是要活出一个 转变的生活 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上周 玛丁娜的信息 你听到 你有愿意去改变吗 有没有什么经节 触碰到你的心 你说主 这是你向我说的话 我要改变 上周讲到 这个萨迪教会 在启示录三章二跟三节 这边讲到 你要警醒兼顾那 剩下将要衰尾的 因为我见你的行为 在我面前 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所以要回想 你是怎样领受 怎样听见 又要遵守 并要悔改 若不警醒 我并临到你那里 如同贼一样 我几时临到 你也绝不能知道 你有没有留意说 主我在哪里 听到 领受了 听见了 你的话语 你的呼唤 我愿意来改变 我愿意有回转 我愿意向着你 你有没有这样子的呼求 你的生命中 有没有持续的改变 这就是一个重生的生活 今天我们来到教会 我们不是想要听一个 华美的道 我们是说 主 你使用你的话语 来修剪我们 来改变我们 我们想要来跟随你 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主 我们的王 我觉得这边 讲到悔改 真的很重要 我们的生命要有改变 每个基督徒 我们生命说 主 我们要 要有翻转 要有改变 我自己也被神光照 我自己在话语上面 也有不完全的地方 也有 我管教孩子上面 也有在血气里面 真的我们有 很容易 我们的血气就掌权了 很容易我忘记说 我要让神来做王 我自己就起来做王了 有时候 我记得 我在管教孩子的时候 有时候会失去 那个理性 你知道吗 我有时候会大声 我有时候会 真的是没有在一个尊荣里面 甚至我太太 跟我几枚弄眼的时候 她已经在提醒我 你已经out of control 你已经out of boundary的时候 我那时候 我是可以把心一横 我印着我的心 我可以来管教他 我就回到神的面前 说主 我为什么会这样子来 管教我的孩子 那神真的是向我说 原来是我被冒犯了 我的面子被冒犯了 我这个讲理性又被冒犯了 我觉得他没有回答标准答案 我觉得他没有尊重我 我觉得我被冒犯了 那神也提醒我 其实你小时候也是这样子的 你小时候也不完全 而且小时候回答问题 也是没有sense 你是没有想到的 你也没有考虑这么多的 你就是很单纯的回答 我一直到 我记得我小时候 我记得我小时候 有一次放学回家 那我们就在排队 每一班级都排队在操场 蹲在那边 等到教到你的班级的时候 你们班级才可以离开 所以我们就一班一班蹲在那边 那时候我就想说 我中午有一个苹果没吃 我就把它拿出来吃 我在吃的时候 那天的执行的老师就出来 是隔壁班的老师 他就说 某某某 这个苹果好吃吗 我就跟他回答说 很好吃 然后我就被叫去罚站 然后我就被罚站 我那时候真的不知道 为什么 我是真心诚意地回答 我绝对没有要冒犯老师的意思 但是老师就请我去旁边罚站 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老师要我把苹果收起来 但是他用的方法 我实在不能理解 我觉得我跟孩子也是一样 我说的话 我讲的是 我说是不是 对不对 但他其实在回答的时候 有时候他有语言的障碍 我们讲中文 他的英文比较好 他中文比较辛苦一点 他可能没有听得懂 到底是不是 对不对 到底该怎么回答 到底是回答是 还是不是 要回答对 还是不对 他就不能很明白 我们说跟他讲一个句子 他说听不懂 他听不懂的时候 我们就生气了 你是故意听不懂的 其实他不是 他是真的不懂 所以我觉得 真的是我们的里面 会被冒犯到 我里面真的会不高兴 我里面真的是有一个 骄傲在我里面 我就是认定他是故意的 认定他是悖逆的 认定他是不听话的 我为此也跟他认罪 求他原谅 也跟神认罪 我觉得 每次在写记里的管教 我知道我的结果 就是要回去跟他道歉 跟他和好 也让这个孩子 他会记在里面记一辈子 爸爸有这么不完全 所以我就觉得 真的要在 让神的灵 常常来感动我们 我们这礼拜 江牧师 我们刚好礼拜三晚上 我们有儿童的家长团契 我们也有讲到 我们管教孩子 到底是出于爱 还是出于爱我们自己 我们在那边 发泄脾气的时候 发泄我们的情绪的时候 是因为爱他吗 还是我们爱我们自己 我们体贴我们的情绪 要被抒发到 我觉得这次对我是 很好的提醒 我觉得神借着人 借着真理 接着经文 就像我们说 我们生命要有改变 我们一个基督徒的生命 要持续地被神改变 持续地被神更新 我们要来遵守他的道 听他的话 要回转 要悔改 要来归向他 这是神对我们这一生 最大的一个渴望 就是我们可以转向他 而且我们生命 是一个重生的生命 你知道新人 他一举一动 是有新生的样式 不是一举一动 跟旧的样式一模一样 不是我们今天是一个重生的新人 在耶稣基督里 我们已经得着了一个新的生命 所以说主帮助我们 要有一个改变 我们真的听得到 每一次我们说 来到神面前 主我们要有改变 你要在我们里面做王 要来掌权 你是我的神 你是我的王 所以我不要再自己做王了 你来做王在我里面 如此住在神殿中的 就是有福的人 如果你渴望来靠近他 渴望在他家中说 主我要遇见你 我自己生命要改变 我真的要来遇见你 你知道这个燕子 他找到爆竹之窝 爆竹之窝就是可以 生孩子的地方 可以养孩子的地方 神渴望我们在他家中 找到一个这个地方 神渴望我们靠近他 寻求他 我们家是不是也提供 一个这样的范围 让我们的孩子 可以这样子被养起来 在神的同在中被养起来 在神的爱中被建立起来 在神的大能里面 他可以来经历到 神的家中有丰盛的爱 神的家中他可以遇见神 他可以遇见这位王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真的是知道 这个永活的神 这个Living God 活着的神 要在我们里面 不再只是一个死的神 真实的神在我们当中 真实的要活在神的面前 我们知道 所罗门王 我们最近在 跟着教会读经 知道 如果你跟着教会的读经 进度 你知道我们在读到 所罗门王 他 这一生 神有两次向他显现 两次 向他显现 你知道大卫 大卫是怎样 神都借着先知 跟他说话 但他自己的儿子 神两次向所罗门王 来显现 两次 很特别吧 神亲自向这个人说话 亲自向这个人说话 他跟上帝要的 神跟他讲说 你要什么 我都要给你 因为他爸爸的缘故 因为他爸爸 敬畏神的缘故 他就可以来这样子 跟神要 他跟神求什么 治理 神让我能够治理 神说 既然你是这样子求的 我就其他的 也都嫁给你 财富 平安 都要嫁给你 他们有极大的福 他这一生 他到晚年的时候 很可惜 他爱那些妻 那些妾 他爱他们 他们就转换他的心 圣经讲的时候 他们引诱他的心 你如果读英文 they turn his heart away 他把他的心转变了 离开了 转离开神 当他心离开神 他就随着 他们这些妻啊 妾去拜偶像 这就使神很难过 这是神的审判 要临到这个家 所以我就求神 帮助我们 看到这个人 两次 神亲自向他显现 我们的生命中 有多少是神 亲自向我们显现 可能没有 对不对 但是神借着神的话 可以跟我们说话 我们可能没办法 跟神面对面 我们可能从来没有 听到他真实 跟我们说话的声音 但是常常一个 小小的意念 一个小小的感动 神借着讲台上的分享 神借着圣经上的话语 像我们说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听进去 能不能就像 神像所罗门说的 你只要谨守遵行 我的命令 就走在这个蒙福里面 我们能不能这样子行 愿不愿意这样子踏上去 愿不愿意说 主你要做我的王 而且是一辈子的 不是只是一天两天 而是我们常常 要来到神面前 所以为什么 我在这边想鼓励大家 就是我们每天 都需要来到神面前 如果你觉得你有困难 有困难听到神的声音 或者有困难 真的听到神向你说话 我鼓励你来参加承导 借着神的话语 神的圣经上的话 就会向你说话 每一天来参加的弟兄姐妹 他们就觉得很得着 为什么 因为神在那边 向他们说话 今天我也鼓励大家 你要来到神面前 你要来听神的话 我不是说 你要参加每一场聚会 你才可以遇见神 而是我说 你需要有来到神面前的机会 你需要来 渴望有一个心说 主我要来到你的殿语 我要来成为一个蒙福的人 我要渴望有这样子一个 心说我要来遇见你 主我渴望来遇见你 主你的殿是一个可爱的地方 可爱的地方 就是有一个吸引力的地方 今天你有觉得神呢 来到神的家中有吸引力吗 参加哪一场聚会 你觉得有吸引力吗 跟神求 主我把这个吸引力赐给我 愿我在那边 我也要遇见你 遇见又真又活的神 那要成为吸引你的地方 愿你遇见了神 所以鼓励大家 我们真的知道要保守我们的心 所罗门 两次神向他显现 他都可以远离神 一个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 神给他聪明智慧 但他最终年老的时候 选择离开神 所以我们什么时候 我们在安逸里面 什么时候我们在 平安 世境平安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跟神说 主给我恩典 可以来到你面前 而且是每天来到你面前 什么时候我们的眼目 转离你 我们的心离开了你 主啊 帮助我们可以 及时的醒过来 我们可以及时的醒过来 主啊 我知道我在哪里 我知道我的心 现在在哪里 我知道什么 现在在夺我的心 在夺我的眼目 什么东西想要占有我 主啊 帮助我 帮助我们每一位 都可以来到他面前 你有没有在敬拜中 像这边讲到 在敬拜中遇见神 这个世人 他想在殿中 他会不住的赞美神 他们会 Sing of joy 就是说 在唱歌的时候 是带着极大的喜乐 在那边敬拜神 你在敬拜中 你有遇见神吗 你在敬拜中 你有感受到神的平安 神的同在吗 你在敬拜中 你有没有说 主你就是我的主 你是配得的 你配得我们全部人 来这样来大声来敬拜你 你配得我全所有来敬拜你 当你愿意这样敬拜神 当你口愿意来献给他 成为一个辛香的活迹 到他面前 当你愿意口开 心合的来赞美主 口唱心合的来赞美主的时候 其实神的宝座就在我们当中 神的宝座就在你唱歌的地方 神就与你同在 所以为什么赞美这么重要 为什么你开口赞美神这么重要 为什么你要欢呼赞美的声音 要充满在你的家这么重要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好不好 我们这礼拜都可以来 来到神面前常常来赞美他 你可以唱歌赞美他 你煮饭的时候都可以唱敬拜的歌 对不对 你煮饭的时候可以唱敬拜的歌 你开车去上班的时候 你也可以来赞美他 随时你都可以成为一个 敬拜赞美的敌人 随时你都可以在那个地方 成为一个敬拜和祷告的点 所以鼓励大家 我们真的是这礼拜我们一起来 一起来到神面前 说主我们要来遇见你 在敬拜中来遇见你 在我们所参加的聚会中 我们要遇见你 主啊我们可想来到你的面前 可想来到你的愿意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真的把这个吸引力 放在我们里面 那个可爱的地方 向我们来开启 你的电视何等的美好 主啊这么的吸引我们 得着我们的心 主我们说我们要 我们可想来靠近这样的愿意 我们可想说 主啊你来得着我们 我们可想说 主耶稣是的 赐下这个渴望来 让我们真是说 我们要得着你 我们要来靠近你 我们要被你来吸引 主啊 当我们软弱 我们没办法自己追求的时候 主啊谢谢你预备一群人 他们在那边爱你 敬拜你 主啊愿我也可以跟他们一起 主彼此拉着一起来敬拜你 来爱你 谢谢主 愿你厉害的吸引我们 我们都要在你的家中 要来遇见你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那接下来我们来讲第二段 第二段是讲到 立定心智的蒙福 你要立定心智你就蒙福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第五节到第八节 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 喜安大道的 这人有福了 他们经过流泪骨 叫这骨变为全员之地 且有秋雨之福 盖满了全骨 他们行走立上加力 个人到西安 朝见神 万军至耶和华 神啊 求你听我的祷告 雅各的神啊 求你侧耳而听 这边我们看到 他是靠着 靠着你 靠着神有力量 心中向往西安的大道 他渴望来朝见神 他有一个可想 要来倚靠神 你知道这个是讲到大道 所以不是一个孤单的地方 当一个大道的话 是很多人可以在上面行走的 是很多人渴望来遇见他的 所以我们追求神 从来就不会是孤单的 是神把我们一群人放在一起 我们一起可以来爱他 一起来追求他 但是求神给我们这个恩典 像这诗人一样 他有立定心志说 我要来遇见你 前面是带着盼望 要来遇见神 这边我说 主我立定心志 要来遇见你 他这边是在 怎么样 流泪骨 他要来遇见神 在流泪骨他相信他可以来遇见神 而且他相信他越行走 是地上加力 我们通常我们在困难里面 在疲倦里面 在累的里面 我们是越行走越疲乏 越行走越无力 越行走脚步越沉重 但是他不一样 诗人不一样 他知道他越行走 越有力量 越行走他越往前走 他越行走他越有力量 他可以直奔 直奔耶和华的殿 他要往那个地方 他渴望去朝见神 他知道神是他的力量 神是他的力量 他知道神是他的力量 我知道我们现在在这个 不容易的环境里面 其实我们真的很需要 来到神面前 这个流泪骨就是 不容易的环境里面 我们就是要来到神面前 我们看到很多店被关掉 很多地方经营不下去 有些人可能在失业 有些人在找工作 有些人他的生活也很困难 但是我知道 我们愿意来到神面前 我知道我们是一群 我们说主 我们愿意来依靠你的人 我们可以靠着你 心里有力量 我们可以靠着你 我们可以越行走 越有力量 我们也知道 凡等候他的 都要重新得力 所以当你愿意来到他面前 向他来祷告 来等候他 势力在他面前 你会重新得力 环境没有改变 但是你的心会改变 你会有力量 你的心会有力量 往前奔跑 我们有一位 牧区有一位姐妹 她在找工作 也找了一阵子 她一直没有找到工作 她就是来到神面前 向神祷告 跟神求 我觉得神很奇妙 神也在制作他 因为他一直以来 他觉得这个工作 就是他的价值 工作就等于他这个人 当然没工作的时候 他这个人就是没价值 虽然先生跟他讲没有关系 但是对他来讲 没有工作就是没有价值 我不知道你成长的背景 是怎么样 人家看我们 是不是看我们的学历 是不是看我们的职业 我相信我们有上过学的都知道 你进哪一所大学 人家会把它变成你的标签 对不对 这个人是上在某某大学的 你到你的工作职场也是这样 你现在是做怎么样的 你的薪水多少 这个都会成为人家对你的衡量 但是最重要的是 对我们自己的衡量 我们是不是把那个看得很重 那个是不是就是等于我的价值 我今天是谁 你今天最重要的身份 你是谁 神的儿女 这是你这个一生 永远不会变的身份 所以这个是最重要的 但是这位姐妹感谢主 神也制作她 在她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她寻求神 祷告神 神一直到她 神开启她 这个不再是她的价值 她说这个工作 不再是她的价值的时候 不等于她的价值身份的时候 神就赐下工作给她 因为她学会了这个功课 我相信在我们的困难里面 我们要习惯跟神求说 主我有什么功课 是你要我来学习的 我现在面对这个困难 但我不要只是你来解决问题而已 因为我们不是只是要神 成为我们解决问题的神 神今天是要给我们生命的神 今天你经过了流泪骨 你之后要成为可以 这个全骨都可以被丰富来滋润到 这个整个三骨都可以经历到这个丰盛 都经历到滋润 带来生命 今天神是要我们过这样的生命 在流泪骨之后 我们可以带来生命 可以带来复苏 我们可以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古力弟兄姐妹 在我们的难处里面 我们要来到神命 你先说主 我在这边我要来遇见你 有什么功课是我要学习的 求你来教导我 求你来指教我 我们当中有好多位 有经历过depression 犹豫症 这些姐妹们 她们在经过这些不容易 当她们得胜之后 她们可以成为许多人的帮助 她们可以回去抢救那些 现在正在困苦的 现在正在面临挑战的 现在心里觉得沮丧的 她们都可以去鼓励她们 可以成为她们的安慰 因为她们经历过 什么叫做无助 她们经历过什么叫做 觉得没有力量 觉得明天没有盼望 这个她们经历过 她们也经历过 神怎么样成为她们的盼望 怎么样成为她们的力量 怎么样成为她们的拯救 以至于她们可以去帮助 这些有需要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 我们生命中每个大小难处 其实真的是神的祝福 我们可以使用这些 成为别人的安慰 神也借着这些 使我们可以来靠近神 不得不承认 但我们都有困难的时候 我们更会来寻找神 所以才为什么说 人的尽头才神的开始 神的起头 所以为什么我们都要 走到最后一步 我们才要来寻找神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真的让我们可以 平常就来找神 不需要经到最后一步 真的经到大困难里面 我们才想到 我们有一位王 我们有一位神 我们要来护求祂 我们要来寻求祂的面 你如果读历史书 你看这些旧约 你就知道 神的百姓 总是要到最困难 最艰苦的时候 开始来护求神 当他们平安稳土的时候 他们就开始犯罪 所以求神 也给我们一个警醒 我们不要 我们要渴望说 主啊帮助我 生命中常常是警醒的 生命中这些挑战 对我都是有益处的 我在当中 我学习跟随神 我在当中 我们学习跟随你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 我们真的要在困难里面 我们要选择说 主我要来遇见你 主我要来遇见你 我用祷告来遇见你 当我安静 亲近你 安静下来的时候 你会加力量给我 你会向我心说话 你会感动我 你会来引导我 最后我们来讲这一段 这一段是 你愿意回应神的人 是有福的 我们一起来读 这个第九到第十二节 神啊 我们的盾牌 求你观看 求你垂顾 你受高者的面 在你的愿与一日 甚是千日 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 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 因为耶和华 神是太阳 是盾牌 耶和华 要赐下恩惠和荣耀 他未尝赐下福气 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万君之也华 倚靠你的人 有福了 我不知道神是不是你的太阳 神是不是你的盾牌 盾牌就是我们的保护 神是我们的太阳 祂是我们的光 神很渴望我们 在光里面来行走 为什么要福气 是要留给行动正直的 因为神看顾这样的人 神愿意赐福给这样的人 神说这个恩惠就是 有恩宠在这样的人身上 神有这个荣耀 有尊贵 要给这样的人 所以我们要常常说 主我在里面 我真的不要有黑暗 我不要住恶人的帐篷 我要宁可在你的殿中 在你的光里面 神的殿中 已经是最光明了 圣经上讲到 我们就是 我们就是这个神的殿 他说岂不知 你们是神的殿吗 神的灵就住在你里头 所以我们就是神的殿 所以神渴望我们里面是光明的 是洁白的 我们有没有想过 什么时候我们里面会有黑暗 什么时候我们会让黑暗在我们里面 我们看到人 我们会有低估吗 这也算黑暗 对不对 我们里面有一些想法 是不能跟人家分享的 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形在我们里面 我们能够诚实与人相处吗 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 我们愿不愿意去说什么 去做什么 当神光照我们的时候 我们愿意不要去说什么 不要去做什么 有没有这个网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没有这个 渴望说我们里面常常是光明的 是清洁的 你知道我们这个 家里如果一天不打扫 就会有灰尘 何况我们的心 我们一天相处下来 不管跟同事 跟家人 跟孩子 总是会有一些灰尘的 求神帮助我们 常常要懂得清洁 我们的心在神的面前 说我的心要是光明在你面前 要是洁白在你面前 当我们在黑暗里面 我们会是很痛苦的 因为我们不是属黑暗 我们是属光明的 所以神喜欢我们到光里面 所以让我们常常是 打扫干净来到神面前的 让神住在我们里面 我还想到还有一个 黑暗是贪恋 你会不会贪恋别人的东西 因为在神那边毫无黑暗 但是撒旦 他很会用这一招 他让我们羡慕别人所拥有的 可能羡慕别人的大房子 可能羡慕别人的妻子 可能羡慕别人所拥有的 为什么神要把这个 放在实界里面 其中一个不要贪恋 不要贪恋人的房屋 也不可以贪恋人的妻子 奴杯牛驴 这些还有病他一切所有的 都不可以去贪恋 因为当我们有贪的时候 你看当我们很多事情发生 都是因为我们贪 贪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去抢 贪别人的时候我们就去偷 对不对 有时候贪别人的东西 因为我们就有错误的羡慕 释怀爱恋在我们心里面 你看别人的先生 你会觉得他的先生怎么这么好 我的先生怎么这样子 我们又调到一个分别里面 我们又谈到一个错误的贪恋里面 相不相信神有主权 神给你的就已经是最好了 相不相信神给你的是最好了 我们愿不愿意来到神面前跟神说 主耶稣我不要有一个坛 我不要任何有黑暗在我里面 所以我不要做这些不能见光的事情 神的家真的是很宝贵的 神今天给我们一个属灵的家 我们要学习一起来爱护这个家 这个家是在光里面的 我刚刚讲的那个经文下 哥林多前述的第三章十七节 有讲到 若有人毁坏神的店 神必要毁坏那人 因为神的店是圣的 这店就是你们 所以神非常看重这个家的合一相爱 这个家要在这光明里面 这个家要together 是一个爱的家庭 所以今天你如果看到什么 需要更改 需要改变的 去找当事人讲 去跟他说 因为你爱这个家 我们可以在爱里面 可以一起来说 我们在背后说 其实就掉到论断里面 就很可惜 真的鼓励大家 我们不要拆毁神的家 我们要学会保护神的家 我们要学会彼此相爱 我们要学会在爱里面 彼此来尊荣 所以我们的话语 我们要留意 我们不要掉到黑暗里面 今天我们要说 主你要做我的光 你是太阳 你要做我的光 我愿意常常来光照我 我愿意在你行神 帮你的路上来等候你 我愿意实时说 主我今天要走在光里面 我愿意我是光明之子 我里面不要有黑暗 而且我要成为 死人和睦的人 这是你的样式 我也渴望拥有 所以主耶稣愿你来 今天再来吸引我们 再来改变我们 所以求神帮助我们 不要有任何黑暗 在我们身上 因为那拦阻了 神的祝福到我们身上 我如果心里注重罪孽 神必不会听我们的祷告 所以我渴望 我们今天 我们的弟兄姐妹都一样 我们今天说 我们要来到神的光中 我要与神的圣洁有份 这个诗人 他知道懂得来依靠神 他知道靠着神 就是一个有福的人 他持续的可以坚定 来依靠他 不管是在不一样的 困难的环境 不管是他还没有经历到神的 还没办法经到神的殿中 这样敬拜神的时候 他知道有盼望 他知道神是值得依靠的 我们也要 今天说万君之夜环 你要成为我们的依靠 你要做我们的主 我们愿意把主权来交给你 求你来引导我们 求你来改变我们 求你来翻转我们 所以我们一起来 做一个祷告 祿主谢谢你 祿主我们相信 祿主是的主 祿今天要做一个翻转的工作 在我们生命里面 祿主我们相信 我们要在 你的光中 与你的圣洁有份 祿主你要来改变我们 你要来吸引我们 祿主我们说 我们渴望被你来得着 我们渴望有一个重生的生命 祿主 就是像着你一样 是这样的圣洁 美好 是健康的 是充满喜乐的 祿主改变我们看人的眼光 祿主也帮助我们能够预备地方 祿主是的 懂得预备一个可以追求的环境 给我们的下一代 祿主谢谢你 今天再来吸引我们 再来得着我们 因为我们选择来爱你 选择来亲近你 来靠近你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那我们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 井水涌上来 我们渴望神的生命 神的道 在我们生命里面 一直喷涌出来 我们成为一个活的人 我们所在之地带来生命的泉源 我流泪哭 以梦求雨的恩徒 请走离上家里 心如欢呼下几地 歌唱跳舞的都要说 我的全愿 我的全愿在你那里 我心向往西洋 神的神 坐落在哪里 虽然心 我流泪骨 你梦求雨的恩赴 行走离上家里 进入宽阔不下之地 额藏条无敌都要说 我的泉源在你那里 我心向往昔啊 神的真坐落在哪里 虽然心或流泪湖 一梦求雨的远复 行走离上家里 进入宽阔不下之地 额藏条无敌都要说 我的泉源在你那里 我要向今岁来歌唱 向深渊呼吁 所惯用伤难 我要向湖湖来发声 向红桃那汗 所教官家来 我要向今岁来歌唱 向深渊呼吁 所惯用伤难 我要向湖湖来发声 向红桃那汗 所教官家来 我要向今岁来歌唱 向深渊呼吁 所惯用伤难 我要向今岁来歌唱 向深渊呼吁 向深渊呼吁 是放逐的情 是的 主啊 是時候了 我愛終於快樂 永遠離愛 敬拜你 敬拜你 我要像聽誰來歌唱 乘聲言不語 說快又傷害 我要像哭哭來發聲 像哭到吶喊 說交換下來 我要像聽誰來歌唱 乘聲言不語 說快又傷害 我要像哭哭來發聲 像哭到吶喊 說交換下來 佛甭 mientras成功 走到吶喊 要像忠誕 快乐 永远地来 敬拜祢 神的河满凋碎 心放出很秘义 我要全心全意 全意地来 爱祢 神的河满凋碎 心放出很秘义 我要终于快乐 永远地来 敬拜祢 敬拜祢 是的主 我们欢迎祢真的来 绝书是的主在我们里面来掌权 我们欢迎这个井水要喷涌出来 在我们里面这个渴木的水源 绝书是的要被祢来打起来 打起来 绝书我们说 绝书说我们靠近祢的时候 你说我们这个我们来靠近祢 绝书是的主 我们喝祢的时候 绝书啊 这生命的活水要从我们腹中要流出来 是带来生命的 带来影响力的 可以带来复苏的 带来更新的 所以我们要这个活水从我们里面喷涌出来 谢谢主耶稣今天要来得着我们 说我们的 我们要来跟随祢 绝书我们要得着祢 我们要像这个诗人一样 主我们要这个福分 我们在没有得着的时候 我们要这个盼望 我们在困苦里面 我们要来寻求祢 主给我们一颗坚定倚靠祢的心 主我们要持续的来到祢的面前 主我们说我们要祢 我们要祢 我们要祢 我们要更多祢的同在 我们要祢更多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掌权 主我们要有更新 变化的能力 主我不要一成不变 我不要 主耶稣永远都不改变 我需要一个重生的生命 主我们需要一个重生的生命 一个更新的大人要在我们里面 主啊 那个羡慕属天的 羡慕那美好的 羡慕那健康的 主耶稣让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不足 主耶稣让我们警醒在祢的面前 主耶稣是的主啊 帮助我们有一颗心说 主啊 我们在极难中我们要来寻找祢 主耶稣在那个困苦不容易里面 主耶稣是祢在保守我们 是祢在看顾我们 祢帮助我们的心不要远离祢 谢谢主耶稣是的主 求祢来得着我们 求祢来吸引我们 主耶稣我们要祢 我们要祢 我们要祢 弟兄姐妹当这个歌在播放的时候 让我们势力在神面前 愿这都成为我们的祷告 我们难得有这个时间 是可以来归给神的 是可以来分别为圣归给神的 让我们安静在祂面前 让我们享受祂的同在 愿祂向我们的心说话 愿祂用祂的感动 用祂圣灵微小的声音 向我们的心说话 愿祢来向我们的心来说话 祢我们可想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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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着我们 说话 learn 遇到我们 祂我们要祢 祢我们可想祢 我想祢 祢我干渴我需要祢 我需要祢 我想今生 希望祢能叫我们的心 保足 使用意 poll 叫我们 soul 向來 我要向父母 向來求祢興旺在我們的生命裡面 向來求祢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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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德 你為我們預備的 是的 主是祢為我們預備的 祢要叫我們力上加力 恩上加恩 我們要愛你 神秘和滿了血 是放出的盡 是的 主啊 是時候了 我要終於快樂 永遠旅來 敬拜你 敬拜你 我要想聽誰來歌唱 向善言不語 說快用傷害 我要想哭哭來發聲 想哭哭吶喊 說交換沙拉 我要想請誰來歌唱 向善言不語 說快用傷害 我要想哭哭來發聲 想哭哭吶喊 所交換沙拉 神秘和滿掉水 釋放出人情 我要終於快樂 永遠旅來敬拜你 神秘和滿掉水 釋放出人情 我要真心真意 我要真心真意 真意的大愛 愛你 神秘和滿掉水 信心的河水高漲再高漲 信心的河水 釋放出人情 我要終於快樂 永遠旅來敬拜你 主耶素 謝謝你 真的來得找我們 我課我們olen 있 我們渴望的在你的殿中 真的數一日 圣是在其他地方前 主耶稣是的主求你来 吸引我们 让我们的心是归给你的 让我们心能够被你来得着 主耶稣我们可想你 主耶稣我们渴望 住在你的愿意 主啊得着我们 主啊今天求你来 更多的检查我们的心 主耶稣我们渴望 我们的心是归给你的 我们的心是在光明里面的 主耶稣我们的心渴望我们的心是清洁的 主耶稣愿你来 主啊帮助我们 让我们知道什么在夺我们的心 什么东西或什么事情 叫我们的心要转离你的 主啊今天让我们有一个警醒 有一个警守 主啊我们真的要保守我们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主啊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来的 主啊愿你来 兼顾我们爱你的心 得着我们的心 让我们的心都要来归给你 主啊给我们恩典 每天来到你的面前 不是只有礼拜天 或是礼拜六 而是每天我们说我们愿意 来到你的面前 来亲近你 来靠近你 来享受你的同在 让我们的心能够真实的 得到满足 谢谢主 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小伙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